欢迎我先来考考你 你知道今年是大恶胆战役的几周年吗 当然知道 是七十周年 我还知道因为七十年前 先邪先烈的遇血奋战 牺牲奉献 才换得我们均于和平安稳的生活 哎呦不错哦 讲得头头是道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一段史实 现在就跟着我们外景小组 到新北市中和高中 一起旁听主任教官林雅慧中校的 全民国防课程吧 这是大恶胆战役参战老兵许元发 十年前国防部举办了大恶胆战役 胜利六十周年参战老兵重返战场活动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晚间 金门的大恶胆岛突然遭到中共炮击 当时担任大胆岛六零破炮指挥所 观测兵的许前辈立马通报 他的颈部也因为炮击受了伤 共分有百尸炮台 厦门炮台那边开始发射第一群炮弹 他一群炮弹来就是几百发 打到土队上面 然后土队一爆炸 就这个把我这个插到我的颈部 共军不但炮击大恶胆 还派出一个加强营大约七百人的兵力 想要摸黑拿下大恶胆 我守军将士用命发挥不叛缘 不较苦的独立作战精神 以不足三百人的兵力 击灭进犯的七百名共军 史称大恶胆战役 当时担任大恶胆的少校指挥官史恒锋 在十年前也带队登岛巡礼 并为纪念碑揭幕 参战官兵们浴血奋战时 都还是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 一家子后 大家虽以白发苍苍 步履满山 却退不去一身纵横沙场的豪气 与炯炯发亮的骄傲眼神 少光飞逝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史恒锋将军已在数年前先逝 有离岛中的离岛 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恶胆岛 常年一直是军事重地 虽然今日的大恶胆 已成为观光开放的景点 民众可申请登岛参观 但岛上仍有我中华民国国军部队驻房 海巡署与警政署警力协防 而年轻的一辈 也没有忘记前辈当年对国家的牺牲奉献 今天我们特别来到新北势力中和高中 同学们正和雅惠教官探讨着发生在七十年前的这场盛战 好 各位同学 大家早 雅惠教官早 我们现在要上什么课 国防 在七月份的时候 国军有什么重大的事件 多年前的国军七月份有什么重大的事件 各位 有什么 有什么 鲁钢桥事变 鲁钢桥事变 你可以说给大家听听吗 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时候 日军借口演习时一位士兵失踪了 要求进入晚平层进行搜查 但是遭到国军拒绝 结果就对我们发动攻击 这就是鲁钢桥事变也是对日抗战的起点 不错 这个上课都有在听 那我就把当年抗日的精神象征 这一把大刀送给你好不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上到哪里 古灵头战衣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延续了这个古灵头之后 我们要开始上的是什么 大二胆战役 各位 哪个人可以跟我说说 这个是哪里 小琉球很好 还有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哪里 大胆岛 大胆岛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那上面有写 在国的旁边 这么小的字你也看得出来 非常好 上次跟家人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那个看板 高挂在码头旁 男气我心中的爱国心 非常有感 没错 这个就是大胆 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来谈谈的 就是我们发生在民国39年 也就是70周年 那因为是70周年 然后是7月发生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特别来谈谈 这个课程 好 考考大家 那大胆跟二胆的 它的原名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 原名叫做大胆岛和二胆岛 这位同学说的没错 现在的大胆岛和二胆岛 原名大胆岛和二胆岛 是散布在列宇 厦门和漳州之间的小岛 由于地处厦门湾中央 控制厦门港主要出入水道 不仅是金门屏障 也是古宁头战役后 国军扼厦门港咽喉的重要据点 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因而成为中共寄予的目标 民国四十年 也就是大二胆战役的第二年 时任总政战主任的金国先生 巡视该岛 为感念当时守军孤军奋战 死守不退 于是改名为大胆岛 并以大胆丹大丹 岛孤人不孤 十个字勉力守军 迄今这个标语看板 仍高挂在大胆岛的码头旁 七十年来 一直是岛上的精神象征 各位对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报告教官虽然这两句话只有十个字 但是却有激励人心 故事谢的作用 拥有一种保家卫国的精神 好 大家都讲得非常好 如果各位到这里去旅游的话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好 来 再来我们进入到最精彩的部分了 在民国39年的7月26号这一天 当时候的营长叫做史恒丰营长 那他率的部队只有两个步兵连 一个机枪牌跟一个破级炮牌 总共298个人 那在7月26号当天晚上的11点 共军呢他们就利用这个月鹤风高 然后就准备要登陆 那当时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射程是不够的 所以呢 营长就命令所有的弟兄 他没有下命令 谁都不可以开第一枪 为什么 月鹤风高 第一枪一出来 砰一声 大家都知道敌人来了 可是没有集体的射击 可能这个战况就不会很好 所以呢 等到所有的这个共军呢 都已经登陆之后 营长才下命令 一局千敌 这是当时候的战事 那造成的登岛的共军 他的伤亡是非常非常惨重 而共军的海岛战术思想给彻底的瓦解 那也粉碎了 当时候他们想要登陆 这个金门的一个念头 当时使恒丰营长 以胡连将军所述的生死荣入路 来续勉官兵 鼓舞士气 胜者则无限荣耀 败者则受尽屈辱而死 官兵们受此激励 人人展现与岛共存亡的战志与决心 而这当中最有名的是传令赖声明 与周氏路 以及崔氏班长周月山的故事 从地图上可知 大胆岛区分南山跟北山 中间是一条狭长的沙滩 而营长使恒丰的指挥所在南山 他们跟北山的已经断了训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传令兵 赖声明 赖声明他就往北山的阵地去传达命令 好你知道吗 在战争的时候 讯息的传达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讯息如果没有传达成功 我的指挥官他就没有办法下达正确的命令 那赖声明他才刚出发的时候 他就腿部就已经遭到几重 但是在那当下他仍然咬紧牙关 然后往北山的阵地去前进 那同一时间北山的阵地 他也派出了一个传令兵 周世禄前往南山的阵地来报告 周世禄他在前往的途中 腹部也是重创 那但是后来他的伤比较重一点 就是训国了 那这个两个人的英勇行为 让营长可以掌握了战局 来指挥两部的协同作战 最终才能有这个战胜 那另外呢 北山他在紧急的时候 阵地也是被共军给突破了 那当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一个炊势班长呢 他也是呢带着一群的炊势兵 来加入了这个战斗 那跟共军投资的手榴弹 那因为呢 像共军投资这些手榴弹之后 造成他们大量的伤亡 那他当我们造成伤亡的时候 通常呢 比如说是我这个人 我一定会去抢下他的什么 枪械吗 我要武器才能运用吗 没错吧 好当他要抢下枪械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还没有服的共军 就对他朝他开了一枪 在殉国之后 他手上还是拿着 从共军手上所抢下来的这个枪械 故事讲到这里 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教官这真的是好感人 好悲壮的爱国故事啊 像这样用生命 用热血牺牲奉献 激励人心的经典事迹 在这场战役中到处可见 尤其传令赖声明 因而当选国军的第一届战斗英雄 另外 金门著名的景点 举光楼 是表彰历次战役中 官兵英勇参战事迹的建筑 我们经常可以在邮票 或风景明信片上 看见这个主题 但通常建筑牌坊 绝大部分都是由名人 或显达来提字 但你知道吗 举光楼牌坊上的这三个字 却是至今令人景仰怀念的 赖声明所提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位赖传令兵 后来的赖士官长 在民国五十七年 重返金门时留下的英姿 而当年大胆岛 那条贯穿南山 北山约六百公尺的沙滩通道 现已修成笔直宽敞的中央公路 并命名为声明路 两旁还布满神态各异的石狮子 相当美丽壮观 用以纪念当年 在这英雄岛上 国军将士用命 齐心抗敌的伟大战役 诚如大胆岛上的 大胆丹大丹 岛孤人不孤 两句经典名言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 国军曾经用鲜血 捍卫这块自由乐土 瓦解共军的侵犯意图 正如十年前 高龄九十二岁 守徒有功的史恒峰前辈所说 如果当年没有守住大二胆 那整个金门 甚至台湾都恐将不保 只要大二胆存在 就小姐们 小姐们存在就大姐们 大姐们存在就台湾 大二胆战役 虽然仅仅经历 十余小时的战斗时程 但在弹丸小岛上 官兵抱着 为国牺牲到底的决心 发挥精湛的战绩 歼灭双倍兵力的敌军 与水际岸边 是国军又一次成功 以寡击重的岛屿攻防战 直到民国四十七年 八二三炮战的数年间 金门未在发生大规模作战 不仅确保了金门的防御纵深 更为国军争取了 巩固金门防御的宝贵时间 进而维护台海的安全 同学们在听完教官的战史分析 与一则则感人故事后 各个都激起了传承先贤先烈的爱国情操 并相约共同攜手 守护自己美丽的家园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曾经 保护台湾 探位中华民国的 英雄前辈 警长 你刚刚说你从手机上 了解到很多关于国军的讯息 那你有发了我们 青年日报脸书粉丝专页 最有人气的活动吗 当然有啊像是穿军服赞的活动 可以看到很多军人情训 精练帅气挺拔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 同学们 加油 国军加油 哇同学们都好热情哦 很快又到了休息的时间 赶快来学习几句英文 听听几首好歌 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 心情了言 所以有没有给你